最聪明的过年方式,一不去,二不问,三不争。 关于过年的方式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,作家周国平说,人简单就会年轻,一世故就会老,过年本来是为了喜气,开门纳福,千万不要让自己迅速变老,去繁存简,做到一不去,二不问,三不争,不无必义。 你能做到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不去赌局,害人害己。 过年了,村里很多打工人都回来了,有人开着豪车,有人坐公交车,还有人骑摩托,不同的回家方式,见证了我们一年的收成。 但也有人,打肿脸充胖子,豪车是借来的,女友也是租来的,在个个都展示自己的收获的时候,难免要聚一聚,吃顿饭,喝几杯。 闲来无事,一起打牌,就很常见了,可是,打牌要有节制,若是牌局变成了赌局,那就有人会伤心了。 想一想,到了年底,好不容易存款有了几万,但是一次赌博就输掉了,这不是白干了一年。 若是输钱的人,回到家还被家人责骂,这过年就难熬了,尤其是一些管家婆骂起人来,满村都听到,赢钱的人也会被诅咒,导致一整年都难过。 起码内心会有挂碍,最可怕的是,赌牌的时候,引来了警察叔叔,大家新年就有牢狱之灾,这是乐极生悲,也是倒霉的开局。 俗话说,辛辛苦苦一整年,一夜回到多年前,喜欢赌钱的人,千万要忍耐,珍惜一年的成绩,不要引发矛盾,消遣类的打牌,要尽量控制,别过分较劲,先来无事,多陪伴父母,帮助父母整理田地,做家务,都可以,十赌九输,不输金钱,输掉人情,过年就要牢记这样的古训,别以为桌子上就可以赢人生。 要是赌局可以发家致富,就没有人外出工作了。 想来就头脑清晰了,不问别人的隐私,所谓隐私,就是不愿意让他人知道的事情藏在心底的秘密,包括收入,感情生活,未来规划等,正常人都有好奇心,喜欢打听身边人的私事,比如跟朋友聊天的时候,问他月薪多少,现在有多少存款,这样的问题让人很反感。 即使关系再好,也要分清自己的身份,不该问的不要多问,否则容易得罪人。 对于大龄圣男圣女来说,最害怕的是逢年过节,因为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催婚,父母催婚可以理解,他们真正关心子女的终身大事。 而有些邻居和亲戚的做法,着实让人头疼,见面就问你有没有谈对象,什么时候结婚,表面上是关心,其实更多的是看笑话。 所以,不要刻意问询别人的隐私,关好自己的嘴巴。 不问别人的家事。 常言道,家家有本难面的经,探似很幸福的家庭,也会有一些家庭矛盾,比如婆媳关系不够融洽,孩子的教育问题,不要以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为由,插手别人的家事。 但是,愚人愚己都没有好处,人家小两口吵架,可以适当劝说一下,切勿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。 就对一方过于指责。 有些人就喜欢多管闲事,看到有人吵架,赶紧过去劝架,也许本意是好的,但方法不对,仅凭一方的话语,就断定都是另一方的错。 于是,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,开始对自认为错误的一方进行批评,退一万步来说,即便你做对了,也未必得到感谢,纯属费力不讨好,万一半砸了,让别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,肯定会被别人埋怨,弄得里外不适人。 三不争。 老子有言,天知道,不争而善胜,每个人都希望在新年里变成最大的赢家。 什么都比别人多一些,高档一些,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,很累,当你不争的时候,就会顺其自然地活下去,并且幸福指数节节高,更重要的是,你已经是高风亮节的人了,赢得了无数的赞誉。 不争是非,多净处。 任何时候,不卷入是是非非,就会轻松很多,可悲的是,很多是非,不是从天而降的,而是你太合群了,或者太喜欢凑热闹了,导致自己卷入了是非,多一些独处的时光。 哨管闲事养精神,也管好自己的嘴,少说几句,不会引发唇枪舌战,外面有鞭炮声,吵闹声。 你却独自读书,喝茶,空暇的时间,变成了智慧的积累。 不争虚名,干实事。 梁启超举荐陈寅客到清华工作,但是陈寅客毫不客气地和他争论学术观点。 有一回,学生对梁启超说,陈寅客又和你杠上了,梁启超不以为然,直到多位学生说了这件事,还有人挑拨之后,他才回应,陈寅客的为人我是知道的,请以后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夺君子胸怀。 一句话让所有的人佩服,显然,大家都是来教书育人的,不要因为名气高低而争执,而是争取有更多的理论。 容纳不同的意见,最终,大家都更上一层楼。 真正聪明的人深深地懂得,名利跟钱财一样都是身外之物,你费尽心思争来,得说不定,以后还会成为你的负担。 所以我们看到的真正有本事的人往往都很低调,我们都认为他们只是普通人,其实真正了解他们之后我们才明白,这才是真正的牛人。 虚明对于王阳明来说是无关紧要的,所以在他被贬之后,他并没有想着如何去报仇,并不是每天琢磨如何把自己的名利夺回来,而是开始修心悟导。 最终悟透生命的真谛,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,这个时候,不用自己去争取抢,属于自己的名利,自然就又回来了。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像是一座灯塔,可以随时随地照亮你前进的道路,不管你身陷困境,还是失去方向,或者事业停滞不前,读一读知行合一,都能帮你重新获得力量。 当你想净化自己的心灵,提高自己的修养的时候,读一读王阳明,学习王阳明的心血,你或许会受益匪浅,新年里,你应该成为实干家,不要阿谀奉承,不要沉迷昨天的成绩。 不争手足,尽孝道。 孝不比凶,这是古人的忠告,过年了,你应该如何孝顺父母呢? 你要尽己所能,你给父母的东西越多,对父母越贴心,那么你的福气就越多,你就是大家长。 苏氏说,茶不争春,季末开最晚,百花都开过了,茶花才慢慢绽放,虽然晚了一些,但是很特别,也让人耳目一新,人也是如此。 唐朝时,白居易趁着过年的好日子,去拜访刘雨夕,好友相见,白居易先入为主,赴诗一首,目齿乎将即,同心私自连,剑衰以剑时,以喜更加年。 紫寿星连妹,蓝鱼出笔尖,与君同甲子,碎酒和谁先,白居易的话,显得谦卑,说自己已经老了,应该敬酒为先,刘雨夕马上回了一首诗, 渐入有年术,喜逢新岁来,镇方天赖洞,银卫地车回,门向扫残雪,临缘金枣梅,与君同甲子,受酒让鲜杯。 言外之意,刘雨夕也老了,但是要敬酒一杯,祝福大家都长寿,再说了,能够活到这个岁数,很幸运了,祝福新年,才是最重要的话题,看吧, 古人过年,诗情画意,开口吐春风,酒杯藏温情,斗转星移,我们的日子比古人更好。 更应该用心去体会幸福,千万别因为一些破事,消耗了福气。 人生几十年,也就过几十个年,好好珍惜,祥和平安。 周易中说,和气至祥,乖气至利,望自己,关键是过祥和的日子,保持向上的精神, 做什么,不做什么,说什么,不说什么,听什么,不听什么,休息什么,工作什么,都要心中有数,稳步推进,忙碌而不混乱,轻松而不放任的过年方式。 总让我们叙事待发,新年里,自己的能量多了,人情未浓了,生活更自律了,开局就是冲刺,最后,祝福大家。 吉祥如意,何家欢乐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